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,十二生肖不仅仅是时间的划分,更蕴含着性格与命运的种种寓意。 今天,我们就来聊聊那些以疼爱老婆而闻名的四大生肖男性,他们如何在婚姻中坚守承诺,从不寻求婚外情,对妻子忠诚不二。 不过,先声明,这些特质虽然被广泛传送,但每个人的性格和行为都是多维度的。 不能一概而论偶,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,欢迎订阅国学天地。 生肖牛,属牛的男性,牛,象征着勤劳和稳重,属牛的男人通常被认为是家庭中的顶梁柱。 比如张大哥,他每天都会早起为妻子准备早餐,即使工作再忙,也不忘给妻子发个温馨短信, 询问他的日常,他的细心和坚持,让人感受到那种不言而喻的爱。 但是,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属牛的男人都会这么做。 每个人的表达方式和能力都不同,生肖兔,属兔的男性,兔子温文尔雅。 属兔的男人往往情感细腻,懂得如何呵护爱人。 李先生就是个例子,他会记住妻子的每一个小喜好,比如在寒冷的冬日,为他准备一件温暖的围巾,或者在他累的时候,为他按摩肩膀。 这种体贴入微的关怀,常常让人感受到家的温暖。 但是,这并不代表所有属兔的男人都能做到这份细致,毕竟每个人的注意力和资源都是有限的。 生肖马,属马的男性,马代表着奔放和热情,属马的男人通常情感丰富,对待爱情充满激情。 王小哥就是这样一个典型,他喜欢为妻子策划惊喜,不时地安排一次浪漫的约会或者一场小旅行,让婚姻生活充满新鲜感。 但是,这种热情有时也会因为生活的平淡而减退,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属马男人都能始终保持这份激情。 生肖猪,属猪的男性,猪象征着富饶和满足,属猪的男人往往心地善良,对家庭有着深厚的责任感。 赵大叔就是这样一个人,他虽然不是很富有,但总是尽力给予家人最好的,从不在外花天酒地,对妻子忠诚不二。 但是,这种忠诚并不只是因为他是属猪的,更多的是因为他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。 当然,我们不能仅凭生肖,就断定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为,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,他们的行为受到成长环境、教育背景、个人经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。 所以,在评价一个人是否疼赖老婆,是否忠诚时,我们应该更加全面和客观地看待。 此外,婚姻的幸福与否,并不仅仅取决于一方的付出和忠诚,而是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努力。 一个幸福的婚姻需要建立在相互尊重、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上,无论属相如何,只要夫妻双方都能够珍惜彼此,用心经营婚姻,就一定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。 最后,我们要明白,生肖只是一种传统文化中的符号,它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和性格,我们应该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看待每个人的不同。 尊重他们的个性和选择,同时,我们也要学会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,用它来指导我们的生活,让我们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。 除了上述提到的四大生肖男性,其他生肖的男性也有可能在婚姻中表现出疼爱老婆,忠诚不二的特点。 这是因为,一个人的行为更多的是受到其个人品质、道德观念和生活经历的影响,而不是单纯的由生肖决定。 因此,我们在看待这个问题时,应该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。 在婚姻生活中,疼爱老婆并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的满足和关怀。 更重要的是,精神上的支持和陪伴。 一个真正疼爱老婆的男人,会懂得尊重他的意愿,理解他的需求,支持他的事业和梦想。 他会在他遇到困难时给予帮助,在他失落时给予安慰,在他成功时给予赞美。 这种精神上的默契和陪伴,才是婚姻生活中最宝贵的财富。 同时,忠诚也是婚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品质。 一个忠诚的男人,会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,不会轻易背叛自己的伴侣。 他会珍惜彼此的感情,努力维护婚姻的稳定和幸福,即使面临诱惑和挑战。 他也会坚守自己的原则,不为外物所动。 当然,婚姻生活中的幸福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努力,除了男性的疼爱和忠诚外,女性也应该在婚姻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,给予伴侣足够的支持和鼓励。 只有双方都能够珍惜彼此,用心经营婚姻,才能共同创造出幸福美满的生活。 此外,我们还需要认识到,每个人的性格和行为都是复杂多变的。 不能简单地用生肖来概括,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性格和行为的男性,他们可能属于不同的生肖,但都有可能成为疼爱老婆。 忠诚不二的好丈夫,因此,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每个人,尊重他们的个性和选择。 总之,生肖只是一种传统文化中的符号,它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为。 在婚姻生活中,疼爱老婆和忠诚不二更多地是受到个人品质、道德观念和生活经历的影响。 我们应该以全面和客观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,珍惜彼此的感情,用心经营婚姻,共同创造出幸福美满的生活。 在现代社会中,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和多元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个人成长和自我实现。 这也意味着,婚姻生活不再仅仅是传统的男子女卑或者单纯的物质满足,而是更多地追求心灵的契合和精神的共鸣。 因此,无论属于哪个生肖,男性都应该努力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,学会理解和尊重女性,成为一个有担当,有责任感的好丈夫。 同时,女性也应该在婚姻中保持独立和自信,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魅力,只有双方都能够在婚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,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相互支持和陪伴。 当然,面对婚姻中的问题和挑战,我们也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。 无论是沟通不畅,性格差异,还是外界诱惑,都需要我们用心去分析和解决。 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可以借鉴传统文化的智慧,也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咨询的帮助。 最重要的是,我们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和选择,坚定地走好每一步,最后,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的婚姻生活吧。 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世界里,让我们携手共建,相互扶持,共同创造一个属于我们的幸福未来。 无论是哪个生肖的男性或女性,只要我们心怀爱和尊重,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之道。 此外,我们还需要认识到,婚姻生活中的幸福并不是一蹴而就的,而是需要夫妻双方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。 在婚姻中,我们要学会包容对方的缺点和不足,同时也要善于发现和欣赏对方的优点和长处,我们要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,不断磨合和调整彼此的关系,使婚姻生活更加和谐美满。 同时,我们也要学会保持积极的心态和乐观的情绪,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时,我们要相信彼此的能力和智慧,携手共进,共同克服难关,只有这样。 我们才能在婚姻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,实现个人的价值和梦想,那么,这些特质是否真实存在呢?还是更多是社会期望与刻板印象的反应? 其实,每个生肖都有其积极的一面和需要改进的一面,社会上对于生肖的描述往往是基于传统的观念和一些典型的案例,但这并不能代表所有人,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,他们的行为会受到个人经历、教育背景、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,所以,当我们谈论这些疼爱老婆的生肖男性时,我们应该认识到。 这些描述只是一种倾向性的总结,而不是铁板钉钉的规则,在实际生活中,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疼爱妻子的好丈夫,无论他属于哪个生肖,关键在于个人的选择和努力,以及两个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。 总的来说,无论是属牛的稳重,属兔的细腻,属马的热情,还是属猪的忠诚,这些都是人们在婚姻中追求的美好品质。 但是,我们也应该意识到,真正的爱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和维护的,它不会因为某个生肖的标签而自动出现在婚姻的道路上。 让我们更加关注彼此的感受,用心去经营,用爱去守护,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疼爱老婆的美好愿望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